台南市两名远警日前遇袭殉职凶嫌林姓吴是外衣间人犯 趁着返家探视时失联进而犯案 矫正署公布目前花莲外衣间上有两位逃脱 一位是许姓受刑人8月22号与其未归 另外一位扛姓受刑人早在3月失踪已经发布通缉 而矫正署目前也强化受刑人后续的考核及淘汰机制 避免外衣间受刑人逃脱及返家未归的情况迟迟发生 根据矫正署统计资料指出 近10年共有11,323人获选到外衣间执行 其中由机关内跑出去的脱逃者有4人 趁返家探视未归的脱逃者45人共49人 至今尚未弃获受刑人有两名都是在花莲自强外衣间服刑 一位许姓受刑人8月22号发生预期未归 另一位康幸受刑人早在3月失踪已经发布通缉 两位都是符合我们外衣间条例 准以因为成绩达到一定的程度 在暴风这个矫正署以后准以他们返家探视 那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也许社会的诱惑力也蛮大的 一时之间有的是临时起义的 但有的就是可能在路程当中 或是跟家属在感情上也有一些纠葛 一时想不开 可能就会因此就不回来了 我们会立即的通报给我们的这个矫正署 并且也通知该父亲所在地的警察机关去协讯 也报道他指挥执行的地方检查署来协助 并且发布这个通缉 由于外衣间没有围墙 通常都在山区 设房就如同一般民宅 受刑人在外衣间必须参加作业班 一般为一个管理员管控25名受刑人 属于低度控管 不少政商民流坐牢都选外衣间 记者综合报道